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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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電鍵 你會不會給你 其實蠻好玩的 對啊 他蠻好玩的 可是狗的話就是小孩 為什麼老公不喜歡他 你老公或許心裡是不是有什麼陰影在 因為有時候男人有時候 他沒有幾個知己嘛 就是說類似我說陳怡欣一下啊 什麼話都講也沒什麼厲害的關係啊 我們什麼話都講粗話什麼什麼 對啊就是大家講開了很 他心自然開了 他以前在台開就是這邊陳東路這間 我當組長嘛 那時候底下都是親他的啊 那個都過得比較開心 他現在掉去這邊 他表示說他是不是上班喝酒 然後被上頭打槍 接業主打槍 因為你老公有受 我們不是說喝酒 而是說他自己缺乏一個朋友圈啊 沒辦法 因為他個性 因為他還是個性 我連叫他去看醫生 他那個腳這樣子腫的 他也不會看 蛤 不是那個腳腫了誰要請啊 包括我那個 通風也是趕快吃止痛要請 沒有他們是不怎麼需要尋啊 因為那是那種 他是主管坐在那邊 主辦 住家跟商店 因為還有一點啦 景氣不好 我今天保全公司漲價 整班撤掉啊 我們多少地方都這樣子啊 服務品質沒有好啊 很重是價錢彈攏就撤掉了 所以說你老公 而且你老公如果腳一搏一搏的 沒有人要請 包括我長短腳 我又裝得很強悍啊 沒事這麼電空手道嚇人啊 為什麼 我要保持我有一個價值啊 你會聽不進去 你會聽不進去 你想說你老公一個月 如果少個三四萬的收入 一個家運作起來很吃力 你兒子又不是正直的 啊你來說你的工作也是實心 一個家不是陷入困境 可是他從來沒有拿過他的錢 沒有他運作個家 他的錢是他的錢 啊但是說 嗯 那就負責水電瓦斯啊 沒有啊 就水電瓦斯啊這樣有很困難嗎 啊假的 他總是要弄點私房錢啊 啊總是要試試喝喝啊 他也 因為他來說他 需要有人幫他打開那個新房 他是不是有什麼創傷 因為 我 我現在我跟他 我幫 話 所以我會常跑阿國 因為那個也是個點 我們一樣是財主 啊 把一些話 垃圾打開 哇人就很舒服 然後你會把一些心事放出來 啊你就自由自在啊 嗯 好了啦 回家了啦 我們走很久了咧 那個剛來了 我們走了 來 來了 他精力充沛的啊 他也說不清楚啊 他都想要跟人家玩啊 啊不是每個都 就是說 對啊又不是每個都可以玩 對啊 啊就是說他 他可以傻傻的 因為 你老公 他 沒有 沒有一些點可以跑嘛 就是說啊我 今天拜訪這個 明天拜訪那個 明天拜訪那個 因為那個是蠻重要的 一個人際網絡 一般的孤達 啊孤達被說自己會 有心事他不敢 他有沒有跟你 掏掏心掏肺 就是說我今天 職場上有什麼事情 我覺得受傷 你就像我呢 我就把它放到YouTube上去 給大家看啊 今天什麼事 所以說你看我每天都這麼熱鬧啊 啊今天有什麼大便歌啊 明天智慧歌啊 什麼洗洗臉媽 他 我覺得他應該也有點憂鬱症 因為他來說 就是說 他本身做保全 他的身材高壯 好用 拿來當儀隊 拿來當門神都好 他說 他心要開 他開之後你看我就是 上班 每天就是一堆鳥事 啊鳥事 應付完了好開心 然後就把它放YouTube給人寫笑話 要啦 他老公 你老公就是說 需要把那個 還是心理上 個性上啦 出去走走 你像你有一個職場 我一天做幾個鐘頭 我覺得滿開心的 又有收入 人會健康一點 你像我上班也是啊 我真的不在意錢多少 就是 你主要做得開心啊 可以兼顧到他 嗯 他現在是為我最大的牽掛 因為我怕他在家 就被我老公關在房子裡 因為你老公來說 他不會跟他像 我就跟他玩到他發飆 那也很好啊 之前他比較小的時候 會跟他玩啊 會不知道為什麼 還是你老公他 是不是酒 有沒有酒精中毒 搞不好 如果照這樣酒 在喝的話 會酒精中毒 因為一個傷肝嘛 啊 酒的一定要照顧你老公很累 酒精中毒就肝 硬化整個臉 這肚子媽黑 啊不是身體搞壞 你像我來說 我跟你我才喝得開 不知道我多久沒有碰酒啦 大家覺得說 幹嘛幫我講得像那個酒鬼 我沒有啊 不會啊 臭味香頭啊 那也是那個就是 可以喝 但是沒有辦法喝很多 那開心啊 啊喝是為了開心 不是你不準的啊 那時候我在工地 我也是啊 下班就到夜店去 所以說我會帶你去那個 HELFIN啊 但是其實我沒有什麼酒量 啊沒關係 就是喝點開心 讓你有點茫茫 欸 然後你會把垃圾倒一倒 把垃圾燒掉 欸 人就很輕鬆 我工地就這樣子啊 我看起來會很憂鬱嗎 應該還是 不會啊 你就是說健康 但是要多點肉 我都 拜託我都胖了 我最近都胖了 好不好 賢賢在家有胖 你有沒有看我 我自己手腳就比你大腿更糟了 我看到一隻採權 都通通帶帶 通通帶出來了 還有這邊採權蠻多的 好不好 對啊 還是 要帶阿卡路來最親 你有沒有看到 這是像 人家也不一定要像 不要這樣 剛剛那個第一個走過去那個 走過去 走過去 他們也不要啦 因為有時候 生小孩 後期啦 他們也 有的人 剛剛那個時候應該這麼厲害 對 因為他也不想給他交配 一交配完蛋 家裡又要養狗啊 又弄得翻天覆地了 很多人 他狗的目的只是為了陪伴 他不是為了說 他一個完整的生命 說我從出生 到交配到繁殖後代到結束 十幾年 他有的人不要這樣子啊 但是我現在請向於不要幫他結紮 不結紮比較健康啦 他想交配他也有快感了 覺得說生命完整了 有沒有交配為之其次啊 只是說他不要讓他有缺陷 他有痛 結紮不是要麻醉 然後再做動作 他會覺得 怎麼少什麼東西這樣子 他會覺得 那種痛苦他 他會造成創傷嘛 現在我老公對他這麼不好 我會覺得 很怕他得憂鬱症 你知道嗎 憂鬱狗憂鬱人啊 憂鬱狗憂鬱 所以現在這樣的話 因為你老公的問題就是說 他下班 他沒有半陪 他又沒辦法陪他 如果說陪他 我再一次打球 就跟他爸爸一樣帶小孩 我就不想啊 是他不想 不然我們阿羅多想 對啊 他都會恐慌 他說你不要過來 然後他都一直想靠過去 然後就是 又害怕又想靠近這樣 他想要找人玩 可是這個人 不想找他玩 而且 我讓他靠近 你像我第一次 跨年那一天 我不是跟他在我家玩嗎 不會是克服他 他會說他的毛太會掉 他怎麼褲子上面沾的都是 因為我老公就是龜毛 就潔癖了 沒有 變成說沾到就洗一洗 沾到就洗一洗就好了 不是就是 你不能把他當我們一般人 我們一般人都可以接受 像我也是很愛乾淨啊 但是 你看抱他一定會身上都是沾 有回到趴一趴啊洗一洗 可是也沒有辦法馬上洗得掉 就是可能要黏著 他就是說 心態上 你就可以接受這樣子是ok 你跟他玩一玩 然後跟他產生感情 對啊 就好像自己的小孩 因為養狗就是你們家的一個 一個 你們的感情是綁在一起 像你兒子跟他 欸就處得很好啊 這種兒子有時候 其實把他當弟弟看啊 也是回來會先抱抱他 對啊 他會覺得 因為動物還是跟人 他有感情吧 他算是你們家的一個成員 你看 你看他這個感覺就是說 他很渴望跟那些人在一起 對啊 像我上班也是 啊妹妹喔 太近了 阿姊喔 我開門一回家 他如果沒有被關起來 就從 就是一直想要 抱上 但是你真的把他抱起來 又不想抱 就滿身都麻 啊他那個味道 他就一直一直 要這樣子靠過來 其實他那個味道 其實我這樣幾次 就習慣嘛 那其實不是臭 他就是他的味道 就是跟人一樣 有個體會嘛 但是我覺得他算乾淨 有的味道比較重 有的味道比較重 味道很重 他就要拿到 他應該說